奧仁勳在會中也點出部分有心人士刻意散播對AI的恐懼感 就是要讓大眾依賴他們研發才能符合他們的利益取向 不過黃仁勳沒有特別提及關於近期美國晶片出口管制的議題 隨著高端晶片產業不斷擴張 回答市值已經飆到一兆七千三百億美元